好同學老師現在先示範今天的進度 B901的作業檔是如何撰寫 好那首先請同學先下載 電腦上課堂作業兩個檔案 B901的作業檔檔檔跟B901的說明 我們先看一下說明他要求我們做什麼 好他說 一題目說明 寫出完整的表面支構符號於作業檔B90以上 好第二個 可以參閱書本的填著 好第三 IR R輪廓取樣長度所寫 好那四 IW代表是W輪廓取樣長度的鎖寫 好那你下載完之後 那我們這邊老師示範 這邊總共有10體 好老師示範1D體 給同學看一下怎麼填寫 好那首先我們看到這邊是玩一個簡單的表面支構的符號 那我們看一下第一個題目他所要求的內容是什麼 好那我們來這邊看一下第一個 第一個 好第一個他說D體是否去除材料 好不限定 好那你知道不限定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畫 好那你就這邊 不限定的話 取決於這邊有沒有東西 這邊是沒有東西的 所以你這邊就可以不用畫 那 我們後面要說加資訊的話 那這邊就把這邊的線 這邊要加線延長 好是情況延長 等下再做擦拭動作 好接下來他說 表面支構 參數是RA 好那現介值 與規則是12.5跟16% 好那傳輸波域是 λs等於0.08 λc等於0.8 好那這邊的話一個是短波 短波的濾波器的截止值 那這邊的話是 長波的截止值 好那評估長度的話 3那這是什麼 3那就是評估長度 好那接下來他的加工方法跟 表面文理還有加工域度也沒有 好那他後面備注的說 要判別傳輸波域 及評估長度是否為預設值 而予於省略不得標註 好那我們看一下第一個 好那我們把線畫完之後 那現在首先要填的是什麼 他給你的那個傳輸波域他有指定 好他說 LANDA S是0.08 那LANDA C是0.8 那如果你前面的 課程內容你有看的話 那你大概看一下 哪個要先填在前面 哪個要填在後面 好短波要在前面 長波要在後面 中間以一個dash來做區隔 好那他說0.08 那我們這邊就填0.08 第一個這邊填0.08 好那中間區隔開來是用dash 一條短直線 好那接下來 那長波的結值值是多少 0.8 那我們就寫0.8 好了之後 那後面是填我們的RA值 那RA值的話 在這邊我們要做個區隔 好那前面你有看的話 就知道這邊要做區隔 這邊有個斜 反斜線 做個區隔 好那接下來 前面這個填完了 這個填完了 嗯這個還沒填 更正好這個還沒填 那這個還沒 好這個我們填完了 好那接下來剩這幾個還沒打勾的 那我們看一下 接下來填什麼 好 接下來填它的RA值 Dash後面接著就是我們的RA值 那它這邊寫的是RA 那我們這邊這邊就填RA 好RA完之後 接著 還有這邊有那個 後面跟著什麼 後面是評估長度 如果有指定的話 那填指定的長度 那如果沒有就是預設就是5倍 就是5 好那這邊它有寫評估長度 所以這邊你就把這個 做這個3IR 好那你把它填進去 3 那這邊填個3 好跟著它後面 好那接下來這個有了 那這個也有 好那剩下這兩個 好那 這邊的話怎麼填 接下來 它的 這個後面是填 它的 限界規則 好那16% 16%的話是我們預設值 所以可以不填 所以你把它控著沒關係 所以這個OK 好那接下來剩下最後一個 好那限界值 就是 12.5% 好那這邊 要注意一下 這邊你不可以緊跟在 它的後面 這邊要 有個 空格 注意一下這邊是 兩個 如果照電腦打字的話 這邊是兩個小空格 就是ENTER要按兩次 所以你大概 空一下 有個區隔 好這不是一個空隔 有這邊是兩個 兩個小空隔 好你要做區隔 那這邊填 12.5 好這邊延長 好那基本上那這邊全部都打過完 確定一下 看有沒有漏田的 那沒有的話 表示第一題 的答案就是這樣子 那這樣同學有問題嗎 好沒有問題的話 那老師再示範一個 稍微難一點的 它的資訊比較多 那接下來老師示範 第8題 第8題的資訊比較多 那我們看一下第8題 他說 是否去除材料 是 然後表面參 表面之購的參數 它有上限值RZ 下限值RA 好 限界值與規則是 12.5跟1.6 然後它的 最大規則 規則的話 上限值是用16% 下限值的話是 最大規則 那傳輸玻璃的話 爛打S是0.025 然後爛打C是0.8 然後評估長度是5 5倍的 5 然後這邊呢 它這邊有加工方法 它是用洗床 要求你去做 用洗床去洗 洗消 好那 紋理 表面紋理的話 這邊它也有設定 就是要求你 它的紋理 紋理的那個紋路的話 要同性原的紋路 好 那這樣加工頻度 它是0.2 好那接下來 我們看一下 照它的 它所要求的我們選天 那第八題在這裡 我們看一下 好那說 第八題 是否去除材料 是 所以是的話 這個空白 第八個 我們就必須要 把這邊的封起來 你就畫一條水平直線 跟下面這個平行直線 水平行 好那 因為它有其他資訊 所以這邊 你也可以試著把這邊 再多一條延伸出去 好了之後 那接下來 第一個 是否這個就有了 好那接下來 要填的資料是哪些 它說上限 它有上下限值 那上限 這邊 前面有看的話 這邊就是選填第一個 那 下面的話填第二個 那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是第二個 那我們先填第一個 上限RZ RZ的話 它的傳輸波域 兩個都是一樣 所以就是什麼 短波是0.025 長波的話是0.8 好那先填0.025 那這邊就是填 0.025 好中間的話 一樣用DASH 短直線 隔開來 然後後面 再接它的長波的 截止值 那是多少 0.8 好那這邊的話 老師漏掉前面一個 那這邊有講 它是上限值 那這邊特別注意一下 這邊的話 上限值 前面代號多少 這邊要選填一個 U 大斜的U 好了之後 那這個 前面這個我們填好了 好那一樣 之後 後面資訊 我們用一個 反斜線隔開來 那接著 接著選填的話 什麼 好那這邊的話 就是上限值 RZ 這後面跟著就是RZ 所以這邊就填 RZ 注意一下 Z是小寫 R是大寫 好填完之後 那看它有沒有指定 後面跟著是它的 評估長度 評估長度的話 那就是5IR 那這邊就填5 好那因為5是我們的 預設長度 預設值 所以我們可以不填 好你空白人家就知道了 好那接下來 這個也好了 好這個也好了 好那接下來 後面要填什麼 後面就填這個 限界值 那這個是12.5 那我們這邊一樣 就空兩格 空兩格這邊填 12.5 好那這個 上面這排 這個就做好了 那上面這個也做好了 好那個 以上就是上限值 第一行的規則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 第二行 那一樣 它寫下限 是RA 然後1.6 那這邊的話一樣 那它是下限的話 那這邊記得 下限我們這邊填 它的代號是什麼 L 代表下限 好那接下來 後面一樣照著它這邊 波子 波子是一樣的 那一樣是填 0.025 然後中間DASH 隔開 再一個0.8 好之後 再用一個反斜線 把它們之間隔開來 好那這個我們也填好了 好下限 那接下來 後面一樣 看它的是什麼 下限它是RA 那這邊就是填RA 好那 RA這個也好了 那接下來 它的規則 上限的話 是16% 那下限是MAX 好那MAX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把它填出來 那下限它的評估長度一樣是5 所以 應該是5 所以 也是預設值 所以我們可以不用填 好那接著跟著是 界線規則 那就是MAX 那你要把MAX填進去 那這邊就寫 MAX 這樣這個就好了 這個也好了 那這個也好了 好那接下來 它後面跟著 那現在我們剩什麼 這個1.6 那一樣 那這邊控 兩個 兩個小空格 這邊填 1.6 好那這個也好了 那基本上 前面都好了 那之後我們看一下 那後面 我們剛才看 它有說 加工方法是洗 那加工方法的資訊 又填在哪邊 填在這邊 這邊是 洗 那這邊就 照它的位置 平均 那這邊寫個洗字 好那接下來 這個也好了 好那接下來 它說 要同心圓 指定它的文理方向是同心圓 那同心圓的 英文縮寫代號是什麼 就是C 那C要放哪邊 C要放這裡 那好了之後 這個也好了 那接下來 那接下來 就是剩下一個 加工郁度 是0.2 它指定的加工郁度 是0.2 那0.2要填在哪邊 如果你有看前面的 表面支构 規則的話 那0.2要填在這邊 左邊 這邊要填 0.2 好那這個就是完整的 第八題 相關資訊要求 好那跟第一題 大家看一下 好那 老師這邊示範1到8 那剩下的 8個就讓同學做練習 好以上 好那